總統賴清德二十六號下午召開 全社會防衛任性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 要了解社會防衛運作機制 以及核心任務和近期設定的目標 國安會副秘書長指出委員會有五大主軸核心的任務 規劃年底桌上兵推 明年三月地方小規模演練 明年六月銜接漢光進行前導演練 由中央與地方合作 依各主軸進行小規模無劇本的演練 目標就是要當國家若是面臨災難 或是緊急狀況時 可以維持政府和社會明星核心的功能持續運作